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上分学员小桃 今天这期视频当然我们会花比较大的篇幅去聊一下今天所出的通胀数据 首先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们从另外的三个视角去出发 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次通胀数据 分别是美联储的传话筒NIC 彭博安娜旺这个团队 最后是市场的参与者 今天债券市场对于这一次CPI数据的反应还有一点和我一切的不一样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展开聊一下 最后今天有两条新闻 第一条还是关于苹果在中国可能需要承受的政治风险 第二条今天奈飞收跌了5%是自7月份以来单日的最大跌幅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奈飞的基本面到底有没有改变 好吧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 希望各位CEO可以帮我们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有可能会换来另外一位CEO的关注 首先是今天市场的走势美元小幅上涨 美债收率今天两年期和十年期有不同幅度的下跌 待会有一张图我会和大家分享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美债收率的下跌 是不是直接和通胀的数据有关 还是有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 如果是那通胀的数据比预期要高 反而出现了美债收率下跌 这背后的一个含义到底是什么 好吧 然后是三大指数 今天基本都在横盘 黄金小幅下跌 原有小幅回调 VIX今天下跌了5.3% 最后是板块这边的走势 今天涨跌不一 零涨的是公共视野 在过去一个星期公共视野也是零涨 公共视野算是一个防守属性比较强的板块 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 是否存在一个板块之间的流动 然后今天涨幅排名第二的非必需品消费 特斯拉和亚马逊今天还是非常的给力 但是整体来说今天的走势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通胀 首先广义通胀的环比增速 市场预期在0.6 实际的数据也在0.6 核心这一块环比增速 市场预期在0.2 实际的数据是在0.3 所以也就导致了广义通胀这一块的同比增速 实际数据在3.7 高于市场预期的3.6 所以单从数据这个角度去触发 这一次通胀数据略微比市场预期要差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 我在今天早上每冬时间 在社区里面做的一个总结 去看一下这一次的通胀数据到底是哪里不好 哪里好 这边我聊到的都是环比数据 环比数据才可以看出 这一个月比起上个月通胀到底有哪里好哪里坏 如果我们去看同比的话 中间就会有一个基础效应 等于去看12个月之前的一个后视镜 好嘛 首先是食品环比在0.2 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数据 能源这一块环比的增速在3.3 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速 主要是因为油价环比增速上涨了6.1% 油价在8月份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在接近7月底的时候 油价有一波非常急速的上涨 如果我们去对比8月底加油站的一个价格 和8月初加油站的一个价格 整个8月份其实油价就上涨了1% 但是CPI里面油价的这个算法 并不是非常简单的拿8月底的一个价格 出于8月初的一个价格 得出这一个月的增速 而是每一天的油价都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7月份内一波油价的上涨 最终其实是反映到8月份CPI的数据里面 然后是商品通胀总体增速环比的话在0% 主要是因为二手车价格环比下跌了4% 经过季度调整之后 环比是下跌了1.2% 同时新车价格的环比增速在0% 就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增速 所以基本上商品这一块的通胀增速 受到二手车和新车价格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是房租环比增速在0.3 比起上一个0.4继续放缓 房租这一块的通胀增速 我们聊过很多次 也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我记得在环比0.7 0.8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聊房租通胀 并且当大家开始拐头的时候 我就和大家分享过 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才慢慢的看到 房租这一块的环比增速 每一个月从慢慢的0.7到0.6 到0.5到0.4 到这一个月的0.3 然后是医疗服务 环比增速在0.2 略微高于7月份的环比 但这也是可以接受 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10月份医疗服务这一块的通胀数据 将会出现一个上涨 主要是计算保费背后的数据 每一年更新一次 更新完之后 接下去每一个月 环比增速这一块 保费的费用几乎都是相同 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 每一个通胀项目都还好 为什么这一个月的环比数据 会高于预期 主要就是在交通服务这一块 交通服务里面的三大块 每一块环比的增速都非常的高 汽车保险2.1 汽车维修1.1 机票虽然是负的2.8% 但是经过季度调整之后 机票的环比增速在4.9% 前面两个部分 汽车保险和汽车维修 我记得在上个月 我们聊通胀的时候 就已经聊到 这两者的环比增速 上个月就已经非常高 而且已经连续很多个月 都非常的高 其实背后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和商品通胀有关 汽车保险和汽车维修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胀这一块 由商品通胀 慢慢的转移到服务通胀 举个例子 当原材料价格上升之后 导致汽车的价格上升 而汽车的价格是反映在商品通胀里边 但是因为汽车的价格上升 就会导致汽车的维修上升 同时也会导致汽车的保费上升 因为从保险公司这个角度去看 即使每年的出险率 或者出险次数是完全一样 但是他们需要花在维修上的费用 因为汽车的价格上升而上升的话 自然而然保费就会增加 所以今天早上 我在总结的时候说 什么时候财险公司总赔付率开始下跌 保险通胀这时候就会开始转头 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后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些部分的数据 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美联储比较关心的超级核心通胀 这一个月的环比增速在0.4% 这是属于一个单月比较高的增幅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前面说了就是因为交通服务这一块 所以过去5个月 超级核心通胀的环比增速 分别为0.1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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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这0.4的环比增速 我认为美联储并不会满意 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的话 其他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像娱乐服务 比如说像教育服务 医疗服务 其实都显示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但是无论如何核心通胀这一过月的数据 0.4就是0.4 这个数据本身就不是一组非常好的数据 核心通胀这一块环比增速 它就是0.3 也确实高于市场预期的0.2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这一组数据 将会让美联储内部 阴哥两派的声音继续保持争论 主要的问题是 0.3的这个环比增速其实比较的尴尬 为什么尴尬 因为如果环比在0.2 那连续12个月0.2的话 12个月之后 同比的这个增速CPI 美联储就完全可以接受 而如果环比增速在0.4的话 把它年化就是5%的这个增速 绝对不是美联储可以接受 所以0.2和0.4之间就是一个0.3 这0.3就是非常的尴尬 美联储到底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 长期来说一定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数据 短期来说 你没有办法使得每一个月的通胀数据 都保持在0.2或者更低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今天0.3的这个环比数据 应该使得美联储在11月份 加息的这个可能性 5050 最后再插一句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这一次核心CPI同比增速 从上个月的4.7% 降到了这个月的4.3% 为什么我没有聊这组数据 就像我没有聊广义通胀的同比增速 从上个月的3.3还是3.4 涨到了这一个月的3.7 这两组数据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很大程度 是因为一个技术效应在背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Penbo Anna1这个团队 对于这一次CPI的看法 文章的标题 美联储将会忽视 非常火热的广义通胀数据 但是他们不会忽视汽车保险数据 这一次通胀数据 比他们预期的要高 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来自于Transportation Service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交通服务 具体的数字和原因 这边我就不再重复 他们也认为 这一次通胀数据将会使得 11月份 美联储加息的 这一个可能性增加 然后根据他们最新的追踪 9月份的CPI 无论是广义还是核心 环比的这个增速 都是在0.3%至0.4% 如果9月份的最终数据 是停在0.3%或者0.4%的话 那基本可以肯定 11月份美联储还会再加息一次 因为如果连续两次 非常尴尬的 0.3%的环比增速 到11月份 美联储也许就不会尴尬 他们可能就会完成 他们最后的一次加息 但是这个前提 主要还是观测 9月份 美联储的各位成员 对于SEP里面的预测 因为如果在下一次的SEP里面 美联储的成员中位数认为 今年不会再加息的话 那接下去 美联储在11月份 想要再加息的话 就必须要美联储的成员 出来说话 调整市场的这个预期 相反 如果在SEP里面 多数的美联储成员 还是认为 今年再会加息一次 那如果9月份的CPI通胀 停留在0.3的话 8月份0.3 9月份0.3 且SEP又认为 今年还会要加息一次 那11月份就将会完成最后一次加息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的变数 主要是观测 下一周将会公布的SEP 为什么9月份的CPI数据 现在追踪 环比是在0.3至0.4呢 主要是因为 澳手车的这个价格 澳手车价格虽然在下跌 但并不是每一个月都在下跌 所以总体的这一个 大的下跌趋势 并没有改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华尔街的传话筒 Nick 他是怎么看待这一次CPI数据 他在这边打了一个比喻 他说杯子里边有半杯水 就看你怎么去理解 你从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理解 杯子里边已经有半杯水 再来半杯水的话 这个杯子就满了 你从一个悲观的角度去看的话 杯子里边只剩下半杯水 再少半杯水的话 杯子就空了 所以当8月份的数据出来之后 如果我们去看核心通胀 三个月的年化 这个数据是在2.4% 这一组数据是自从 2021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位 所以这是相对比较乐观的看法 相对比较悲观的看法 8月份的这一个核心通胀 环比增速并没有过去两个月低 并且还稍稍的高于了市场的预期 所以nick的这条推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在早上用了两个词 尴尬 这一次的通胀数据 对于美联储内部 是一个非常大的检验 或者考验 检验什么 检验美联储内部 到底是鸽派当道 还是银派当道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次通胀数据 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们 在看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之前 我们先把通胀拆为三块 把数据带进去 看一下最近的一些趋势 主要是三个月的年化数据 首先第一块是商品通胀 这一规则的数据出来之后 三个月的年化 应该是在负的1.4%左右 商品这一块的通胀 环比增速波动会比较大 第二块 房租这一块的环比增速 这一个月降到了0.3% 连续四个月环比增速再下降 这就使得房租通胀这一块 三个月的年化数据 已经降到了4.8% 所以房租通胀这一块的增速放缓趋势非常的明显 而且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 然后是超级服务通胀 这个月的环比数据在0.4 三个月的年化比上个月的话 稍微有所上涨在2.3% 如果从过去一年多的数据去看 通胀的这个增速放缓 它从来就不是一条比值的直线 而是一个趋势 最后是核心通胀环比增速 这一个月在0.3 三个月的年化数据在2.4% 这一组数据就是前面在 这条推里面所分享的一组数据之一 然后我们从最后一个视角去出发 债券市场 昨天9月12日截止收盘的话 市场对于下一次11月份 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概率是在41.9% 但是今天收盘之后 这个概率反而是从昨天的41.9% 降到了39.5% 这就非常有意思 明明核心通胀的环比增速比市场预期要高 但是却出现了有一点像股市里边的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就是在股市里边出了一个坏消息 股市反而是上涨 或者出了一个好消息 股市反而是下跌 那今天的美债下跌 是不是和CPI数据有关的 其实这一个时间点是相当的吻合 这张图我们看的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今天早上美东时间8点30分是在哪个点 就是在这个点 8点30CPI的数据出来之后 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这一块就开始进行下跌 这一周还有两个交易日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债券市场的走势 用来确认这一次是不是sell the news 然后是一条苹果的消息 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言人John Kirby 他对于前段时间中国政府扩大禁止 iPhone范围的这一个行为做了一个定性 把它定义为什么 把它定义为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这边的报复 John Kirby继续说 我们针对这个行为正在进行关注 并且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的激进 而且是非常的不妥 同时他说他也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感觉是非常的无辜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他今天的这个发言包括他在这边装无辜 或者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重要的是 John Kirby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定性是中国的报复 那就非常简单 接下去如果美国政府这一边对于华为或者中芯国际继续进行更加严厉的制裁的话 那我们可以期待的是也许中国政府这一边对于苹果也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报复 明显中国政府的行为已经被John Kirby上升到了报复的这个行为 已经给这个事情去做了一个定性 所以接下去就看美国政府美国商务部这一块准备怎么出招 然后中国政府可能会制定出相应的报复手段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奈飞今天的收盘跌了5.2%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今天奈飞的一个CFO在美国银行的这一个会议上面把自己公司第三季度的指引特别是在margin这一块往下挑 市场的预期对于第三季度margin是在22.1% 而管理层给出来的一个新的指引是在18%至20% CFO又聊到几点 第一点亚洲这一块的订阅数增速确实是最快的 但是每一个订阅者身上可以赚到的钱却比较低 同时这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对于账户共享的这一个整顿 使得部分的客户从他们原来的这个计划转化到更加便宜的这个计划 这一档计划是带有广告 但是他们现在在广告这一块的收入还没有被最大化 所以营收稍微往下调了一点margin稍微往下调了一点 最后管理层还强调了在margin这一块奈飞还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 所以今天的这条新闻很难去定义奈飞从长期的这一个角度来说投资逻辑进行了改变 但是从短中期的这个角度市场开始怀疑裁员加入新一档的会员 包括对于共享账户的这个整顿 这三者对于奈飞短中期所带来的这个红利可能在慢慢的消失 所以接下去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观测 奈飞在广告这一块的收入有没有减少 如果有的话 对于其他的一些大科技像mata像谷歌来说 可能又会意味着什么 讲到谷歌 怎么可以不去聊一下富途某某在美国的活动 现在针对各位美国的观众 只需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就可以总共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首次入金如果达到5000在前面的这个基础上 还可以再获得一股特斯拉或者谷歌的免费股票 截止日期是到9月30日 针对我们加拿大的观众 现在只需注册并且完成新客户的任务 最高就可以获得8次抽奖的机会 奖品的内容包括亚马逊的礼品卡和 Tim Hortons的礼品卡 大家现在可以利用他们的模拟交易 熟悉一下他们的一个操作系统 等具体的入金和入金的相关活动出来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好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和注册链接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观众别忘了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栩挑选 月灯